两点多两名男子在路边徘徊 把脚踏车东挪挪西挪挪 眼看四下无人 两个人干脆把脚踏车给抬起 直接搬走 他们两个的行为 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原来这两名脚踏车窃贼 自以为没有人发现 自己的偷窃行为 殊不知早被民警 透过监视录影器 掌握犯罪现实 警方立刻前往事发路口逮人 其中一人当场被抓获 另一名躲在草丛里 但他的行为让民警哭笑不得 自欺欺人还以为真的就能蒙混过去 让网友封他为蒙头笨贼 记者综合报道 文字幕 by原